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妖看点视频 本期为大家推荐由马思纯和白敬廷主演的 你是我的城池盈磊 昨天一整天的微博热搜几乎都是各家爱豆 和涉及新疆棉花事件的品牌方终止合同的消息 看得让人觉得热泪盈眶 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其中就有一个爱豆因为终止合约的消息出圈了 他就是本剧的男主白敬廷 第一次注意到白敬廷就是那句 这是另外的价钱 我一下子推开了,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真的是笑到肚子疼 在一旁的何老师都快笑出话了 但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白敬廷真的是让很多人恋爱了 成功圈了更多的粉丝 其实我们只看到爱豆们分分终止合约 都觉得很欣慰 自家的爱豆在大师大飞面前没有让我们失望 可是像白敬廷这样没有背景 没有大公司做支撑的个体工作室 做到解约这一步 白敬廷是需要赔付巨额违约金的 而且他这次和宽威合作 不仅仅只是代言 他还设计了联名款《怀柔水库》系列 来纪念他的思乡情 据说已经大量生产准备上线了 那么白敬廷很可能 赔付的金额是非常巨大的 粉丝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心疼到哭 想着小白该怎么办呢 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白敬廷从小白走到偶像神坛的背后 承受了多少压力苦涩委屈 可是白敬廷留给他们的 却永远都是笑容 昨天3月25日下午4点32分 小白因雾姬上了热搜 紧接着在4点40分的时候 小白的工作室发布了节约声明 很多人都猜测 小白是因为办理节约的事情才雾姬的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些人就酸了 又不是没有助理 可以提前取消航班 弄出这么大动静 分明就是想蹭热度 看到这样的言论 粉丝们急了 谁家孩子自己不心疼 纷纷挺身而出替小白说话 且不论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就算白敬廷故意蹭热度又能怎样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 没有点心机手腕 怎么在这个圈里生存下去 更何况白敬廷这次 不是终止合约 而是完全解约 日后再也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在爱国这件事情上 白敬廷即使明白 自己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她仍然不愿意缺席 所以这次 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 我都挺白敬廷 相信她的未来一定是可期的 也希望会有更多 像白敬廷一样的爱豆出现 昨天本剧的女主 马思纯的恋情 一次曝光了 绯闻男友一次 盘尼西林乐队的主唱张哲轩 这下粉丝们可就不淡定了 纷纷跑到马思纯的小姨 蒋文莉的微博下面 都觉得马思纯 这次找的男朋友还是不行 怕马思纯再次受伤 让蒋文莉好好劝劝马思纯 粉丝们真的是为马思纯操碎了心 也难怪马思纯让人担心 当初她和皮皮坏坏的欧豪在一起时 就不被粉丝们看好 后来分手了 她曾在节目里崩溃大哭 看着就让人心疼 后来得了抑郁症 在那段男傲的日子里是养子陪她度过的 好不容易走了出来 更是去了吐槽大会 虽然胖了很多 但是笑容却回到了她的脸上 粉丝们好不容易放心了 现在又被爆出恋情 粉丝们真的是有一颗当母亲的心 怕自己家孩子再次受伤 才会有了昨天的那一幕 好希望她能在现实生活里 找到一个像邢柯磊一样的男人 故事开始在一个珠宝抢劫的现场 为父母买结婚纪念礼物的米卡 被困在了里面 就在劫匪控制了局面时 一名人质心脏病突发 身为医生的米卡挺身而出 可是同时她也被劫匪盯上了 并在她的手里放了一颗炸弹 一旦松手就会炸 就在千军一发间 辛克雷解救了被劫匪挟持的米卡 辛克雷为了舒缓米卡紧张的情绪 便和她闲聊了起来 问人家小姑娘 叫什么呀 是做什么的呀 这分明就是借植物质变撩妹嘛 而米卡这个傻姑娘 随后就把自己的底都给漏了 再听听辛克雷说的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 哪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能挺得住这样的话 更何况是在这样危险的时候 再加上后来辛克雷 从她手中接过炸弹 自己代替她 身处危险之中 一句 我是警察 就让辛克雷在米卡心里的形象 直接光辉了 米卡这个傻姑娘 就这样彻底沦陷了 虽然很多网友在本剧刚刚开播的时候 都觉得马思纯和白静廷 没有细批感 但是在这样的剧情推进下 发现这个堂意外的很上头 接下来就是辛克雷追气的情节 我喜欢我 两年后 米卡和辛克雷再次相遇 而此时的米卡 已经是一名外科医生 而辛克雷 已经成为蒙古突击队的队长 在他们第二次相遇时 还是很无厉头 米卡当街拦了辛克雷的车 辛克雷很气 但是还是载了米卡一程 两年前他们相遇的时候 辛克雷是戴着面罩的 所以米卡没有认出身边的这个人 就是他两年来 心心念念的特警叔叔 可是辛克雷却认出了他 于是内心立刻充满了小雀跃 从这欢快的小手指 就能看出来 此时辛克雷的内心充满了小欢喜 本以为辛克雷会对自己的媳妇 格外照顾 可是没想到 他却对在这里特训的米卡 格外严格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 只是因为自家媳妇说了 他来这里是想要学点真本事 以后好在上急救战场的时候 能用得到不拖后腿 可是米卡知道他的心思 早就在心里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了 可是辛克雷这个直男 对于自己媳妇不小心的头怀送抱 明明心里乐开了花 嘴上却说 真的是活开 后来米卡让他大吃飞醋 米卡为了能让自己训练及格 找了一名猛虎队员为自己补课 事后米卡为了感谢他 还特意买了好菜 去给他加餐 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辛克雷 气得饭都吃不下了 直接摔筷子走人 事后还故意找茬 修理了那名队员 吃得不错 练得不行了 看着趴在地上的队员 真的觉得他好可怜 就这样成为了辛克雷和米卡间的炮灰 本剧从开播开始 每集都在沙堂 但是白晶廷却把他的直男属性 也带到了剧中 就你这样 能找到媳妇也是个奇迹 本剧的题材 是展现特警和医生的职业生活 一个随时牺牲 一个随时救人 两个职业每天都会面对生死离别 但是两个人都很热爱自己的职业 若说 为什么辛克雷会被傻乎乎的米卡吸引 或许是因为米卡真的是太傻了 傻得让他心疼 在自己病人命悬一现时 米卡全力抢救 将不可能的希望变成可能 更是在事后发现好不容易抢救过来的病人 也没钱继续医治 米卡就自掏腰包 将钱借了出去 而自己却沦落到祖医生宿舍 不过好在后来辛克雷用技 将米卡骗到了自己家里来住 同时也好方便他追气 在辛克雷的战友重伤 性命垂危之时 也是米卡让他看见了生的希望 看似是辛克雷这个铁汉在守护米卡 其实是米卡在他无能为力时 温柔的在他内心里 给予他力量 同时也让屏幕外的我们 磕到了这颗甜甜的糖 无论是戏里的米卡辛克雷 还是现实生活里的马斯存白净庭 我都希望他们会有好的结果 都希望他们的未来是可期的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这部 充满甜甜爱情的职业剧 希望你是我的城市盈磊 会点击率爆表 本期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哦 拜拜